今天大家對於去加拿大求學 整理了一些他們的疑問 今天來大家解答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 入學方法多 畢業很難說嗎 是初詞要問的 像是我是在台灣念大學嗎 然後台灣就是學測跟指考 可以來申請大學 那我想要問就是 在加拿大念書的來賓們 就是加拿大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來申請大學嗎 這個請問三位 你們就讀的學校 都是你們當時的第一志願嗎 其實我第一志願不是 我第一志願是UT 是University of Toronto 就是多人多大學 我那時候申請的時候 就是申請到UT跟UBC 我那時候想要去念UT 因為那個時候那一年的排名 UT比UBC前面 然後我就是 家裡都住在溫哥華嘛 所以那時候我男朋友在UT 所以我就想要跟隨他的腳步 一起到東部去讀書 可是因為我後來 我家裡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弟弟 所以我爸爸媽媽 就希望我留在家裡照顧弟弟 所以我就選在還是在BC念書 其實我覺得畢業很難說 其實是對的 因為我滿多朋友就是 申請到了心目中想要大學 比如說就是很好的學校 可是因為可能大學生活 其實還滿輕鬆愉快的啦 所以就常常有的時候就 學分沒有修 然後又出去了 然後又去別的一些比較 排名沒有這麼好的學院 去修一些學分 修一修又回來 然後回來之後 每兩個學期又出去 就看他這樣進進出出… 我有朋友大學念七月 我也有耶 真的 對 我在台灣都可以練九十 好…憲哥 我想請問一下三位來賓 當初是怎麼樣申請大學的 然後會不會很難申請 像天天妳這種小留學生呢 會不會很難考 就考大學的時候 不會 因為高中畢業就很順 順其自然就上大學 可是因為我表姐她是留學生 所以就是說他們 她有一些朋友啊 就申請大學好像要考一個 一個英文的成績 然後要到多少個分數線之後 才可以報考大學 然後很多人是先讀語言學校 然後可以轉這樣子 比如說妳十二年級就是高三 她那一年整年的成績 她都會算在裡面 然後跟審考的成績一起 加在一起 然後做比 審考是什麼 審考就有點像聯考 但是它不會佔那麼大的比例 所以說妳學校 十二年級的成績也很重要 那有些…學生在功課 那台灣學生如果是要去申請的話呢 審考是說它佔妳的全部的 申請大學成績裡面占40% 那審考是說 所有十二年級高三畢業的人 全部都要考這個考試 不論妳上不上大學 就是聯考是 台灣聯考是說 妳要申請這個大學 才去考這個聯考嘛 對不對 可是台灣就是溫哥華就是說 妳要畢業 高中畢業 妳一定要考審考 因為它要算在妳的這個 一個畢業考的感覺就對了 對 是畢業考的感覺 然後妳會 妳在哪裡這個總成績去申請 這要問小木了 小木妳是什麼時候去啦 我也是高中就過去了 什麼 我高中的時候就過去了 所以也是像她講的 先念一個什麼高中或是語言 沒有 就是我在高中 然後也是用高中的成績 去申請大學的 對啊 就是跟他們一樣這樣 所以會很好申請嗎 就台灣的同等學歷來說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我是比較晚過去 所以我就會可能比較 語言上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我就在申請的時候 就學分 就是分數可能沒有那麼高 所以就沒有辦法申請到 很好的大學 然後所以我就先讀一個 就是比較普通的大學 然後再可能可以轉學 就是轉學到比較好的大學這樣 就看那一年的表現如何 然後再轉這樣子 也是一個方法 小枝 現在我想問 像我們台灣上課啊 就是人數都很固定 大概五六十個人 那加拿大上課的人數 就是也是這麼多嗎 還是更多之類 下課例 我有一個課是300多個學生 然後另外一個課是12個學生 所以都有啊 12個是什麼 學什麼 12個是空腹心理學 空腹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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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腹也有心理 空腹心理學 空腹心理學是給學生在學心理學 或是給學生在學電影轉播 都可以去學 然後他一個學期就選是嚇人 是不是 不是嚇人家 是在生活裡面 人家會做的一些事情 他們會覺得很堅強 我們會覺得很恐怖 比如說 刺青 最基本的刺青 可是有的人全身都要刺青 然後變得就是需要刺青 也會自己開始割身體 然後割地方 然後去學說 比如在肥洲 這是從肥洲開始的 然後肥洲人家會刺青 然後割身體 然後放一些石頭在身體裡面 我記得我們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人 他是喜歡流血 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 他有把那個燈關掉 放一些蠟燭 放音樂 然後慢慢地開始跳舞 就開始割他的身體 這是變態心理學吧 恐怖心理學 他是這個人就是 他的喜歡割身體 他喜歡流血 所以他開始割 然後就看到他在那邊 慢慢地跳舞 一直流血 然後就開始 風起來了 然後他流很多血 然後我就想 因為我看到血 有時候想吐 所以他想享受這種快感 就對了 他只喜歡那個快死掉的那個 感覺 好可怕 就是恐怖 是 所以沐欣妍也有那種 就是 課堂上很多同學的 有 通常一二年級選修很熱門的科系的話 像什麼 商學院的課 心理學 101 然後那種 那種課都是非常 基本都是一個超級大的獎堂 裡面就兩三百人 所以也不點名 不點名 不點名 對 那我自己是讀語言學心 是一個很冷門的科系 然後 我那一個 一學年的時候 除了 連我只有兩個亞洲人 然後那一班最多 也大概才十幾個人而已 然後 所以我的班上就是 上到三年級 四年級的時候 人都非常非常少 大飛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這樣我們很多大學 都有開一些很奇怪的課程 比較特別的課程 例如茶道啊什麼 那你們大學有沒有比較 讓你們印象深刻 沐欣妍有學到什麼 獨特的語言嗎 學 我選修古拉丁文 古拉丁 古拉丁文是誰在說 所以是可以 現在已經沒有人講 所以是可以 現在已經沒有人講 是那個 這是愛姐 是像是凱撒大帝 凱撒大帝就講的是 古拉丁文 對對對 然後要是學法律系的話 還是要take這個課 對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打了如歷算盤 因為我是學語言學系的 那語言學系的 他會要你選修一個 第二語言 那我們大部分的亞洲人 都會選那種好修的 比如說日文啊 或者是甚至中文 因為大家覺得說 反正學分修到就好 那我那時候心裡就想說 因為想像很多歐洲語系 都是以拉丁文 古拉丁文後來 研發出來的 所以你如果心裡想說 如果學了古拉丁文的話 那你現在後來很多什麼 法語 西班牙文 都很上手 是喔 但是 古拉丁文就已經學死我了 所以就沒有再學後文 可以示範幾句 現在還記得嗎 好 很簡單 譬如說 是什麼意思 我有一隻狗 而且是 因為古拉丁文 基本上已經沒有活人 在講這個語言 這是一個死掉的語言了 所以基本上 你要想想看 那個時候的年代 是多少年前 那個時候的人 他日常生活中 你學不到古拉丁文的所謂 像是電腦 或者上網 因為他沒有這個 我們學的內容 就像圖畫書一樣 像幼兒園的書 我們的內容 課文內容就是 有一個小孩子 牠養了一隻狗 然後這隻狗 牠牽這隻狗出去 然後被牠的朋友 用石頭打 然後牠就罵牠 然後牠每天 媽媽給煮飯牙齒 就是基本教材就對了 對 就是根本平常也用不上 就是 就那個sum es es sum es es de son 0 1 0 7 什麼東西 就是I am You are We are they are 剛剛是說瑞典話嗎 沒有 拉丁文 拉丁文 像凱撒大帝不就有說 很複雜了 中文沒有這種東西 中文沒有那個 那個I am You are 那個文法 那個文法就沒有 牠一個名字 像一個名字 比如說夏克力好了 我叫牠說夏克力來 或者是夏克力掰掰 中文或英文都是夏克力而已 但是古拉丁文就不是 他的夏克力這個字會變化 就是我叫你來 你跟我跟你說掰掰的這個字 形態是不同的 對 他一個字可能有八個 所以你背就背到婚內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現在沒有人講古拉丁文 是 瘋掉了